如果議員就政府撥款申請私家條件限制 限制政府在某日子後才能動用款項呢? 這可能是既超越財委會的審批責任 亦是淺越政府的執行責任 其實你們的權限根據基本第74條 你們的權限 除非我們涉及政府政策 如果7月1日後才付款 可能是因為你們的DBO太過窩囊 我一定要先付款給別人 我們議會覺得如果你們用DBO 就應該是他出了錢,起了貨才付款給他 這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所以就叫你一年後才付款 你一年後才可以用錢 這是有所本的 政府是可以按實際的情況去推薦工程 而是不需要一成不變地受限於申請文件中的細節 但是估算的公期、估算的開支狀況 主要是供參考作用 和實際執行起來實際的情況 一般都不可能是盡同的 如果你們說要反對 這個權力是我們的 我給了錢你,你每次來拿 我當然會在這裏制行你的 除非你又拿回基本法那裏 就是政府提出的法案 我們改給你有問題 或者我們提出的法案 要你們批准 兩項都不是 如果你說法理 你有什麼理由去拒絕? 如何影響你的事情? 你看到34條就知道了 如果不說道理 說我今天投票過也沒問題 是不是? 你可以投票過的 但原則上你不可以說我們錯 你就說 所有保皇黨的議員 今天我們又要決一死戰 你不要問理由 我說什麼 你就投票 法理上是不對的 我們的監察權在哪裏? 你給了財委會有什麼權 就有權提出這些事情 第二,我真是好笑的 陸仲虹真是 原來批錢給起大白帳 超資的人是不用負責的 批那個不用負責的 真是好笑 反對大白帳的人要負責 他是不是有點病 看看醫生吧 麻煩公園會議員來講 原來他們這麼多次批了這麼多大白帳 超資六百億元 是要那些反對批大白帳的人負責的 即是等於踢球 我在對方的禁區裡 踢掉了對方的球員 拿到我的禁區射十二碼 把禁區搬去嗎? 你白癡啊 主席 可不可以做一做 這個精神狀況 檢查才能進入這間議會 如果我們做很多人都進不到 是啊 原來批那個 批大白帳高成那個 沒有責任的 真是好笑的 這個邏輯 我真的很想請工聯會的同事來講一講 謝謝大家